节目开始 马上来关心美国职棒大联盟国联战况 前一场被Black Snow K得满头包的红人 再度交手巨人 这样比赛可以说是报复性的炸裂 全队靠着四发全联打攻下六分 加上他们的先发投手Hunter Green 主投六局标11K 没有丢掉任何分数 中场是用6比4扳回颜面 好 红雀跟小熊的比赛 愤怒鸟在9局上半 草弥肺炎是超了关键的三连安打 也帮助球队周系5比4 递转迎球 美国职棒大联盟 红雀交手小熊的比赛 棋局上Elec Burleson就打成 右外方向深远的飞球 经过挑战后 确定这是一发过真价实的阳春炮 红雀1比0坚持着点 不过他们的领先没能持续太久 下个半局 小熊马上展开反攻 Mike Bush大棒一挥 直接将球送上外野看台 用这发两分炮 帮助球队反超比数 紧接着二局下 再靠着Picco Ultron的三连安打取分 小熊4比1领先红雀 而球队的先发投手 James Tylan在第一局挨轰后 随即回稳 总计六局投球 只失掉一分 退场时是胜头候选人 起料8局上情势奏变 先是牛红头手Porter Hutch控球偏差 奉送两名打者上壘 接着两出局后 Breden Donovan砍成内野高弹跳 结果三类手 Ice Parodis硬传一壘形成大爆船 让红雀跑回一分 然而小熊的噩梦还没结束 接下来面对平凡的外野飞球 二类手Nick Horner 原本已经几乎就定位 但猜鸟中外野手 Port Armstrong却要Honer让开 自己最终没能接到球 红雀轻轻松松再添两分 4比4扳平战局 九局上红雀趁胜追击 Tommy Fenn回出左翼方向的 射强三连安打 Las Lubach再由高飞先打 送回红雀的超前分 中场对5比4逆转 弃走小熊 接着看到洛基和教室的比赛 教室派出刚从海盗交易来的 左头Martin Perez 他只在三局上被Hunter Goodman 敲出阻碍方向的阳春拳雷打 总继先发六局 标出7-4-3阵 只失掉一分 而他的对手同样 角出优质先发 作息对菜鸟Tanner Gordon 生涯前三场比赛都苦吞败头 本场比赛他破茧而出 先发六局 只被敲一只安打11分 双方六局打完 战成1比1平手 只能说 过击接塞 球手换错人了 棋局下Peter Lambert 接替投球 教室打线 无人出局 就靠着两只安打串联 攻占二三类 晒棒的Sander Borges 再扫出 作为方向的 平飞安打 送回球队 超前分 接着 Jack Mariel 敲出真远的高飞球 故送Manny Machado 回到本类 再添保险分 教室攻下宝贵的两分 取得3比1领先 前个半局有剑术的明星三类手Machado 八局上也有精彩表现 只见他潇洒一甩 球轻轻松松 进到一类手手套 替球队手下一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下一棒的 Jack Mariel 大棒一挥 直接把球 轰出全力打墙外 不过 洛基后续攻势 无法串联 最终教室 就以3比2险胜 卸赛前两战 双方战成平手 最后看到红人和巨人的交手 前场惨遭无完打封锁的红人 这场直接杀红眼 二三两局 各有Color Stephenson 和Jonathan Ilia 挥出阳春全力打 帮助红人 迅速建立起2分的领先优势 而且4局下 越来有跑者局面 Stephenson直接把球 打向中外野最深处 这发3分炮 帮助球队将领先进一步扩大到5分差 他搅出单场双翔炮 固陷4分打点 随后Stewart Feltcher 也补上一发平射炮 红人来到6比0领先 而球队先发投手 Hunter Green 也有6局只被打1安打 标出11张老K 无失分的优异成绩 算牛棚在比赛后段 放火丢掉4分 不过幸好群里打战术 建立的领先够花 中场红人 就以6比4 击败巨人 Green收下本季第8胜 综合报道 继续来看到 稻奇跟运动家的交手 蓝茂军 今天推派新同学 Jeff Feltcher 挂帅先发 结果他也没有让新东家失望 这样比赛主投6局 无失分 而且还标出了7次三阵 好 这样比赛 另外一个看点就是 大股相拼 敲了两张打 而且跑出三次的倒壘成功 帮助稻奇就绪10比0 欢风迎球 明星赛之后 稻奇状态下滑 阵中打击 唯一还醒着的 就是二类手Gavin Lux 这场面对运动家的比赛 他担任球队第三棒 也马上展现效果 三局上半两出局 敲出这只两分打顶的安打 帮助客队先持得点 两分领先 给了新同学 Jack Feltcher 看起来也算足够 这位今年在老虎表现 优异的极战力 用99球先发6局 投出7次三阵 特别是6局后半 无人出局的满壘危机 他也临危不乱地 让绿帽大重计 成为了比赛胜负的分水岭 到其在八局上半 攻下两分保险分 九上更是一轮猛攻 灌进六分大局 其中亮点就是大谷翔平 本场比赛大谷双安三道壘 其中九局上半安打上壘后的这一道 更让他成为队史第三位 单季三十三十俱乐部的成员 仅次于麦克姆还有 Rauw Mondesi 另外大谷只花了一百零八场比赛 达标也是史上第三块 十分领先的到齐 九下还用野手 TK Hernández上来帮忙吃局数 最终比数就是十比零 到齐客场大胜完封了运动家 未来体育台综合报道 接下来关心美联战况 羊鸡跟蓝鸟的美东内战 Aaron Judge在首局就炸裂 本季的第四十一轰 也带动球队在前五局就炸了三轰 中场就以八比三击败蓝鸟 好 水手跟费城呢 两队是加班进入到了延长赛 最后水手是学到了再见保送 六比五迎球 美国职棒大联盟蓝鸟踢管羊鸡 一开赛Bedemir Garry Jr. 延续七月份的火堂手感 他们注意发四百一十七英尺的羊春弹 帮助多伦多大军闲持得点 不过调文军反扑也来得很快 法官大人Aaron Judge 马上就作出回应 敲出赛季第四十一轰 同时也是本季第十六支首局全雷大 不容球队取得二比一领先 而羊鸡攻势还没有结束 二续下半埋伏第九望的Trey Grissom 带到一颗偏低的滑曲球 大棒一挥 小白球直接朝着右外野飞出去 是一发两分炮 前一场中止五连胜的羊鸡 这场火力全开 鱼之下半轮到 Anthelie Volpe挑了出来 同样逮到滑石球 只不过他是朝着 做完野方想攻击 再度将小白球扛出场外 仰棘前五局靠着三发 全体打取得六比一领先 来到六局上蓝鸟掀起反扑 首局开轟的Garroll Junior 再敲出一支常打 不容球队攻占二三类 他在这场演出三安猛大赏 同时也将Colors Rodome给打下场 随后Alejandro Kirk 再补上一支一边方向罗里安打 帮助蓝鸟追到三比六 无奈条文军打线马上又再继续 靠着Volpe的适时安打 在下一城 这一棒也交集对手的反扑气焰 中场羊鸡最8比3击退蓝鸟 CLS还成功扳回一城 记者看到费城仁交手水手的比赛 前提款的野王爱之邦 一局上半 锤藤人就敲出场打 不容他们在无人数据时 攻占二三类 接着Albon敲出内野滚地球 费城仁靠着野手选择 先下一城 来到五局上半 费城靠着保送一级安打共战满类 吃着Bone保握赚打点的机会 敲出穿越内野防区的安打 带有两分打点 随后上场的Brandon Marsh 延续这种气势再度敲出安打 费城扩大分岔来到5比0比0先 不过拳手打线也不是反反之辈 下一个半局 Mitch Hanegar逮到一颗直球 奋力一挥 不用看辣 这是一把 同时也吹响团队的反扑号角 对于下半西雅图持续追分 后黑Polanco敲出安打 先帮球队扳回一城 继续两人处理之后 Luke Rally在曼类局面 敲出右边方向的关键长打 这一帮带有两分打电 也延续球队进攻 接下来 Josh Rohr再补上一支安打 将比数扳停 最后两队5比5平手 进入突破僵局 时日上半 费神人无功而返 来到下个半局 时手凉数局是拱战满类 轮到本场比赛 又开轰演出的Henniger 这次他展现耐心 以投手一路熬战到满球数 最后选到一个四滑球保送 将蕾上队友挤回本类 拿下再减分 中场水手就有6比5 击退匪城人 最后看到天使迎战 打独会 主场阻挡天使率先发起进攻 Kevin Peeler把握斗点圈打击 敲出三雷防区的船员安打 送回蕾上队友 天使一比零领先 接着五局下半 Mexex 敲出三雷防区的强吸球 形成一支二雷安打 然后Zagnetto 在补上一支中间方向 陆地安打 成功送回蕾上队友 帮助球队再下议程 有了打线支援之后 先发的Jose Sarriano 猪头6局没有失分 带着胜头后寸的资格退场 不过切局上半 晃上Hans Kraus 压制不住对方的打线 镜头0点1局 就被教练给还下场 随后Hunter Strickland 又投出保送 让大都会拱展满泪 这时轮到JD Martinez 舞台都搭建好了 肯定不会让队友失望 扛出一发 中外野方向 419英尺的满罐炮 不仅把Sorriano的圣头打飞 还帮助球队以4比2逆转 不过主场天使 可不打算认输 下个半局攻占一二类 轮到第五局 又大丁演出了Nato 他在满球处 打到对方的石头球 一棒打向 座外野的牛棚练头区 这一发三分炮 让球队带助反朝比分 比赛后半段 天使派出火球男Ben Joyce关门 他在最后用一颗 104英里的速球 三阵掉 前面敲出满罐炮的Martinus 同时制球 双下大联盟本季的最快球速 中场天使就以5比4 击退大毒会成功捍卫家园 我来自于台综合报道